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品质的享受 但是我们也务必要有 风水学的观念 否则的话 你花了钱 所得的结果 是反效果反而不好 曾经我们有一位设计师 他来问事 问我说他家的孩子 一个一个都不听话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说你做什么事 他说我是做设计 室内设计的 我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对颜色 非常的重视 他是我依照他的本命 生效来配颜色 而你就失败在这一点 颜色不是造什么属效 就配什么颜色就好 那是你的标信利益 已经违背风水学 的真理 所以你家里的孩子 事先卧室 四种颜色 墙壁 一系列的颜色 床筋 床筋 壁植 还有窗帘 都是用 不同的颜色 而造成 家里的孩子 他们的 思想 个性 全部都变了 有奇形 必有奇灵 有奇灵 必有奇阴 这道理你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他感觉 黑颜色 是很高尚的 事实上 错了 错了 人的眼睛 最怕 红色的 粉红色的 而当你 每天 在房间里面 看了粉红色的 墙壁 或是窗帘 看多了 脑神经的压力 就起来了 这是不变的真理 要注意 所以我们 风水学 孩子卧室 墙壁不可 很红色 个性 暴躁 和不安 所以这位 设计师 他对啊 孩子 一个比 一个暴躁 因为 你的 原色问题 弄成 自己家里的孩子 都 个性 变了 相对的 你帮人设计了 你去调查看看 孩子 是不是 都一样 会 产生 这种 暴躁的 个性 这设计师 对啊 朋友 都坏的孩子 房子 设计那么漂亮 给他们住 结果 个性 一个比 一个 暴躁 这就 风水学的 奥秘嘛 我希望 各位同学 时光 散之士们 颜色 乳白色 最好 米白色 也是最好 而且 浅颜色 是最好 深绿色 深红色 深蓝色 这会造成人的 个性 会不安 暴躁